10月9日,NBA季前赛继续激战,勇士队佐镇主场迎战太阳队,最终,排名NBA上赛季倒数第一,的太阳队爆出了大冷门,客场117比109战胜了总冠军勇士队,太阳队今天能够爆出大冷门,赛客场战胜强大的总冠军勇士队。 球队主力带前锋安德森,可谓鞠躬之类,今天森哥出战21分钟石头六重,三分球7中4,罚球3中2,拿下了18分5个篮板,德森和撞袖艾顿并列全队第一,安德森今天一战宣告复活,正式王者归来。 果剑八千万击类王者归来,18分炮击勇士,西队若也这么猛,怎么会卖他加盟太阳队以来? 前三场比赛安德森三分球仅仅是9中1,今天则瞬间飙升到了7中4,可见安德森的状态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起色。 而安德森也用今天百步穿羊般的神转表现证明,如果心绝的时候德安东尼愿意多给他一些机会的话,他或许能够在面对勇士的时候,投中至关重要的三分球。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,因为两年前安德森加盟火箭的时候,火箭大帅德安东尼可是亲自在这团队上,安德森加里把他求来的,求着他签下了四年八千万美元的到合同。 如果这位八千万猛将不是在让赛季受伤后表现得那么鸡肋的话,火箭又何至于,在今下忍痛将他卖掉。